美国国务院在日前发布201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报告指出去年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 创历年记录 报告中严辞抨击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 敦促中共要按期释放为法轮功发声而遭到判刑的人权律师高志胜 美国公务院在7月28号发布的报告中说 虽然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已经关闭 但是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学员在敏感日的抓捕和关押 报告说据报道 中共当局指示社区委员会向官员报告法轮功学员的信息 并提供金钱奖励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实施彻底取缔迫害政策 并要求中共在8月7号释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而遭受迫害的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 报告指出自1999年以来 由于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 中国被列为特别关注国 法轮功受迫害已经15年了 其实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的政府来讲 一直都有这方面的人权报告 这些报告也都透露出了 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因为薄熙来的倒台 或者是周永康的被立案调查 而受到比较少的迫害 这场严厉的迫害在敏感日大量抓捕法轮功学员 直到2014的现在呢 仍然是非常的严峻的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没有受到法律保护 报告还关注北京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李昌 报告说 法轮功学员李昌被判18年徒刑 他是法轮功的一位义务协调人 在1999年组织了一次和平抗议 他目前仍被关押 法轮功学员于厂新在2000年被判18年徒刑 目前依然被拘禁 高智慎能不能够准时的被释放 被非法长期判刑的这些法轮功的学员的协调人 能不能够释放 当然也对法轮功在中国大陆 会不会继续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呢 我们说他是一个指标事件 所以的话对于国务院能够出来公开的要求释放高智慎 以及在报告当中提到了这群学员目前所受到的迫害 我们认为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这份报告还列出了几个具体迫害案例 报告说2012年11月 北京警方在法轮功学员张凤英购买杂货期间将他抓捕 据他的女儿陈述 当时张凤英和一位居民谈论修炼法轮功的益处 当局将他转移到北京天堂和女子教养所 强迫两年劳动 第一位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朱柯明表示 当年与他一同肃江的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王杰 被抓后不久便被酷刑致死 而他被判五年徒刑 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 九死一生 从我们个人在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些迫害情况看 世人一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只知其表面 实际上差得还非常非常远 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边 那是在犯人中的犯人 那人权状况比犯人还要差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呢 在很多方面是世人 根本就还是不太清楚不了解的 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指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至今仍在继续发生 但是身为人权大国的美国 在这一次报告中却没有提及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呢 是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回避的一个反人类的一个暴行 但是在这一次的报告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有多所琢磨啊 我们相信国务院仍然手上长有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一些资料和证据 那因此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呢 身为一个人权大国 对于这样子的反人类的暴行呢 不管是在报告当中 或者在具体行动当中 应该要来协助制止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份报告 还特别关注香港亲中共团体清官会 对法轮功真相点的非法骚扰 居住在香港的朱克明表示 他非常肯定美国政府敢于公开谴责中共 但如果美国不是从根本上向中共施压 让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还是不管用的